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祝你随着 Pay for volte 影片下期咱攻击 所以呢 祝你随着 czyns 呈测 当早前 ceremoniel 出三次分 26 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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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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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的信息来说 今美本作像老夫人的公家都办法行业了 念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主要将破嗔恨于输害者遭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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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 有些人 如果加害了我们的上师 前面所讲的那样 亲自伤害他 损害 或者说 进行毁谤 所过失 诋毁他 这样也好 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和亲人 也是受到了别人的这样的 侮辱 蛮骂 以及毁谤等 这样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么样对待呢 我们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这就是一种因缘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所有中国是 种种诸罪恶 彼皆原所生 全然非自利 那么这些因缘 全是一种因缘而诞生的 而不是 不管所有的过失也好 所有的罪恶也好 这些全是依靠因缘而生的 不是依靠自信的 这种力量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的上师 或者我的亲朋好友 受到别人的损害的时候 应该说这个当中 我看不见的 我现在发现不了的 有个因果的奥妙 因果的一种玄妙在里面 因此不能顺顺便便 亲自去对他生嗔恨心 或者说是进行加害 这是不允许的 无不光正在在信心修习当中 也是大概是这样讲的 当你的上师 受到别人诽谤的时候 你如果有能力 尽量地制止他 但如果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你捂着耳朵 不要听他的 不要顺顺他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种原则 当我们遇到 有些人的陷害的时候 一定要以安忍来对待 因此我们以后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自己的 当然我们一个人来讲 就是一个佛教徒来讲 可能最执着的 就是自己的上师 一旦有些人对自己的上师 加害的时候 可能平民地对他补独 但是这是 世间的角度来讲 对你的老师 如果受害的时候 帮他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时候 一定要修安忍的 因此在《四百论》当中也是 如往分权力 不能分罪恶 这是随为他 自摧毁来世 那么意思就是说 像国王的话 他把自己的权力 分个很多大乘 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个罪恶 为了他人而造的罪恶 他可不可以分给其他人呢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能了知 因果取舍的这些智者 谁也不会是 为他造业的 为我的国家 为我的民族 为我的上师 为我的誓言 不管是什么样的 我所的对境 最好对我所的对境 希望不要造业 感谢你 我感谢你们 至于 仍然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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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怨恨的敌人 我们很多人认为他是嗔恨的对境 但是大乘佛教当中不这么认为的 对怨恨的敌人不要当作嗔恨的对境 这个分三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 与无情伤害相同 就是怨恨对我们的伤害跟无情法对我们的伤害 从道理上看应该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平平为什么对怨恨恨心 对无情法不生嗔恨心 这个原因何在大家从道理上要值得分析 那么在本宗当中是这样说的 亲与无情二儿 举海足有情 云和未成人 故我因人海 那么这个数字大家也应该清楚 比如说无情法和有情同时加害我 同时加害的时候 我们众生有习惯性的时候 对无情法不生嗔恨心 而对有情生嗔恨心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加害你的也是有情法也是无情法 从中先出无情法 特意的我们欺负这个有情有什么道理呢 没有什么道理 那么真正害我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情法和有情法两个都有 但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把无情法一般来讲 全部都不会对他生嗔恨心的 然后对着有情法对他生嗔恨心 报仇 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其实这种习惯应该说是 众生的一种愚痴 如果你真的要生嗔恨心 那么对有情法也应该生嗔恨心 对无情法也生嗔恨心 如果你对无情法不生嗔恨心 那么对有情法为什么要生嗔恨心 如果想来回家的好想话 你给他们嫌恨心 咬恨心 你给我不管了 因为你就是什么 然后我 女人再来 说真的 我实际上市号 许位 你们最后一边跟我们的樓梯 照顾一下 我的相只认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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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有一种不太适合的 有一种习惯 所以这种习惯应该改过来 那么尊者的意思呢 有情也害你 无情也害你 你为什么偏偏要对有情生嗔恨心 那如果有些人认为有情有故意的 有心态的 那么所以我要害他的 我要报处的 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 有情就害我们实际上 他也并不是故意的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 在因缘的吹动下 就是不得不做这样 这也是一种因缘产生的 总而言之 我们认为 噢 这是人来害我的 其实所谓的人呢 我们前面也是分析过 就是死他 死他或者是无云聚合的 从举手论的角度来讲 就是很多很多的法诸生 叫做是云吧 大家讲舍云 什么叫做舍云呢 所谓的舍 舍法有因的舍法 果的舍法 颜色 星庄 无数的威尘等等 很多的法叫做 居住以后才叫做舍云 所以舍云 心云 相云 舍云等 这些无云聚合 也是众多的法组成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菩提迦牢的人 现在也是真的找不出来 那么这样一种加合的成分 害我也实际上是 是说 根本没有办法的 我们平时的这种执著 根本没有分清红照片 根本没有详细的分析 而认为别人害我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观念 逐渐逐渐改变的话 应该自己当遇到敌人的危害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毁谤的时候 应该把《入菩萨心论》里面 用的有些道理来对治 中文章会订阅他们关 哪有些未经认阅 根本没有犯有flow黑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讲的第二个问题 与乘者的罪业相同 乘者的罪业跟害者的罪业 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 他这里就是说 有些怨恨的敌人以愚痴而加害灭 而我们也愚痴而对他生嗔恨心 这两者谁没有过失 谁有过失呢 应该有过失是完全相同的 两者都有过失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他非常的愚痴 对前世 今世和业因果的道理不太明白 如果他加害了别人 这种果报一旦自己也必须成熟 这样的因果规律一无所知 因此一个人这样害 愚昧无耻的 刚才不知道因果规律的人 加害别人 所以他应该有个大的罪业 有过失的 然后另一个人 也是跟他基本上是相同的 为什么呢 别人害你的时候 按道理想 我们应该修安忍 可是你不但没有修安忍 反而对他进行生嗔恨心 如果对他生嗔恨心 那么嗔恨心的作用相当大的 既要摧毁我们 无始以来的善根 又要损害他一些相续 最后堕入恶趣当中受无量的痛苦 这也是一种因果规律 但是不懂这种因果道理的人 对别人 也开始一亚欢一亚 对他进行报仇 而生嗔恨心 所以这两者 应该说是在 从我们世间的这种道理 在这个标准线上 这两者当中 谁没有过失 因为一个是不懂因果 害别人 一个不懂因果 就开始对他生嗔恨心 这样的话 谁没有过失呢 就应该有过失的 谁有过失呢 两者都有过失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寂天论师通过很多生活上的 细节的动作和一些行为 要求我们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 这种嗔恶和人的时候 就不要对他生嗔恨心 更不要害他 因此我们以前也是在说过 两个道友如果互相吵架 如果互相吵架的话 那么两者都生嗔恨心 没有什么理由了 两者都有非常大的过失 大乘佛法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修法 不能一亚反一亚 一愿抱怨的这种做法 这是世间的做法 大乘佛法不提倡 当你遇到别人喊与的时候 你尽量地安忍 尽量面不该说地对待 善待 这就是你的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安忍 大乌佛法不提倡的 那种修行 尽量地安忍 也行 有没有人喊与的时候 这就是你 它这个是个修行 一种修行 和自己的修行 这是一种修行 我对我修行的修行 这就是修行 我修行的修行 这就是修行 我修行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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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 是修行 我修行的修行的修行 修行 我修行的修行 修行 修行的修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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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所谓的害 就是所谓的危害 由自己前世的业力而造成的 因此不应该生起嗔恨心 那么这里就是说 尊者以这个翻文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昔日为什么造下害别人的业 因为害别人的业导致精神当中受到别人的损害 就是一直说 我们如今当中遭到别人的毁谤 诋毁 或者说摧毁 殴打等等 这些全是我以前自己在生活当中 开始偷别人的财产 杀害别人 伤害别人 那么这样的一种果报 这样的一种因果循环 导致今天的危害 因此因果的这种微妙大家也应该清楚 唯一的佛陀才能了知的 而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不要说 甚至阿罗汉和菩萨也不能完全地理解 但是这个因果 以前如果我们没有造这种恶业 经常感受这样的苦报 不可能有的 就是《瑜伽师弟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一作不失 为作来剥夺 已经做完了 以前我们做的这种业 不可能中间消失了 不可能耗尽了 而以前如果我们 没有做这样的恶业 那不可能感受这种痛苦 为作来剥夺 所以这句话 应该在我们修行 研究因果奥妙的一些人来讲 是非常值得盛世的一个教言 大家应该在轮回当中 什么样的业就产生什么样的果 其他的无缘无故当中的 出现是没有的 因此以前的银光大师 也是这样说过 说是如来成绝 众生多三土 皆不超出因果之外 意思就是说 如来的真绝也好 众生多入三恶去 也是善和恶的一种果报 就像我们毒药 毒药的种子当中产生的毒 而苗药的种子当中产生的药 同样的 那么我们造了三业以后 一定会有它快乐的果 所以说我们即生当中 遇到了一些别人的伤害 这些都是应该有一个 非常甚深的因果道理 就是大家在遇到 一些违缘离经的时候 这是我前世的业 这是我的业里现象 一切都是 既然是依靠这个业 那么我为什么 对他生嗔恨心呢 而且今天这个人 进行害我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业缘 这种中间有一种业缘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众生诸苦乐 佛所有业生 众生的苦乐 全部是依靠业而产生的 而并不是平白无辜 自然而然 像顺势外道所承认的 那样凸显的 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对业果的 相信方面大家应该这样想 比如说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果实 全部是依靠它的种子而产生的 而我们现在感受的 所有的果报 全部是依靠自己前世的业而产生的 《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一切诸宝皆业生起 一切诸果皆从因生 大家在平时的修行当中 关心这个业果而生起安忍之心 不要对对方生嗔恨心 即使你生了嗔恨心以后 马上你记得忏悔 然后忏悔的时候也不要想 别人有什么什么的理由 我应该说 无条件地去忏悔 我应该说他们要求你 我们应该说明 ל� Körper 我行为你终于恋回来 我们应该说明那个想法 你应该说明令你选择 我需要您时间的决定 なので Mexico 你优有什么东西 在你个人 对付出还是 你怎么可以 你得到来 我 我 都只能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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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颂词 工作当中遇到的这些外缘 我应该以慈悲心互相对待 我应该一心一意地 尽情地修持利他的事业 不应该加害任何众生 这就是我们作为修行人应该发心的 所谓的修安忍 并不是强迫性的 应该是非常理性的 理智的一种修法 那么这是作者通过各方面来进行分析 让我们再三再次地去考虑 中间的因缘和缘起 就是看到底怨恨的敌人 值得生嗔恨的话 当然作者也并不是 非要让我不要生嗔恨心 制止我的这种诚信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应该想 到底原恨的敌人 我们之间的 前世今生的这种因缘 关系 那么生嗔恨以后的 对他的作用等等 这方面加以思考 加以思考之后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当他遇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 心里面不但不生 丝毫的嗔恨心 反而把众生 众的世间当中的老母有亲 三界当中的老母有亲也好 或者是分别的 当你遇到对境的怨恨的敌人 怨恨的敌人的时候 把他看自自己的父母 把他看自自己最亲密的人 以这样来对待的话 那说明你的这种慈悲心 真的修得非常不错 我希望每一个人 一方面祈祷寂天菩萨为主的这些大乘上师们 他们的相续当中 真正悲心的光明 如果融入到我们心的相续 那么我们的爱心和悲心 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如果我们没有经常祈祷 有时候我们刚强南华众生的心相续 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黄粮的旷野地方一样 受到了真正诸佛菩萨的 慈悲加持的滋润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我非常希望 大家一方面去经常祈祷我们的大乘上师们 另一方面 经常以这些金刚语言 心中作当中 经常用这些来调伏自己的相续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分享给您的观看 三十四 欣赏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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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